对话录音证实船长没有留守到最后一刻 虽然船长斯海帝洛一直坚称自己留守到最后一刻 但是当地媒体公布的一段 他和海岸警卫队人员的对话录音显示 斯海帝洛早已离船 还遮估拒绝返回船上参与救援 善后工作也逐步展开 海洋救浪专家已经前往出示海域 包括困拆、制定计划和打骂船体等处理步骤 预计会持续几年时间 其中船上燃料处理问题最受爱